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相比马看有一定优势的 而且当我看到实车的时候呢 我也觉得它比图片上看上去要更加的健壮一些 确实这个肌肉感的线条还是非常饱满的 那么车头部分依然采用的是马沙拉蒂经典的设计元素 但是配上这两个大灯之后啊 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萌萌的感觉 来到车身侧面啊 我们看一块格里盖里的一个造型 其实我很奇怪的就是 为什么马沙拉蒂不给他骑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 非要让我们反复去念这个特别拗口的意大利语 那么翼子版的地方呢 它依然是拥有了马沙拉蒂特别经典的鲨鱼猜的造型 这款车型呢是格里盖里的GT版本 也就是入门的版本 执照价格是63.88万元起 当然了这是不包含任何的选装的 这台车车很显然选中了很多的配置 我们一会详细去讲 那么就包括这个20英寸的一个轮圈 这台车标配应该是一个19英寸的轮圈 但是啊 这个看起来特别像三叉戟标直的一个轮圈 我觉得很有特点 这也是GT版本特有的一个轮圈的设计 无论是19英寸还是20英寸 它看上去都非常的好看 里面是一个红色的对象四合赛卡弦 那么这个卡弦是由Brembo来代工的 车身侧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 就是它采用了这个和MC20差不多的隐藏式的门把手 这个门把手呢 并不像其他的车型那种弹出似的 它需要去等 你只需去按一下这个按键 直接拉门就好了 看上去呢 其实是减少了风阻 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回旋标示的尾灯呢 也是马莎拉蒂·格里·格里的一个标识 那么这款车为了渲染它的运动氛围 它采用了双边共四处式的排气 但是呢 入门级的GT版本 它采用的是这种镀铬的装饰 那么摩德纳版本呢 它是黑色的一个尾管 更加激进的Trofeo版本呢 它其实采用了不规则的一个形状 而且配上了碳纤维的后扩散器 有可能啊 是因为意大利的车型太热情了 以至于我进来之后啊 都开始满头大汗了 当然现场的环境确实非常的热 我们来看一看 这款格里·格里·格里的GT的内饰 虽然这是一款入门级的车型 但当我坐进来之后 依然能够感受到 意大利超豪华品牌那种特性 可能不够精致 包括我前方的这个盖板啊 钢琴漆啊 其实现在已经留了很多的指纹 但是这种大面力的真皮包裹 还有这种缝线啊 确实让你感觉到 特别的有欧洲的味道 那么我前方的这个方向盘呢 也非常富有跑车的风格 左右两侧呢 分别有两个旋钮 那左侧这个 其实是一个按键啊 它是点火启动的按键 和阿尔法罗密欧啊 和意大利的马沙拉蒂啊 法拉利等等车型是一样的 右面呢 它是一个调节驾驶模式的旋钮 那么这款车呢 一共拥有GT舒适运动 还有越野 对了 它是一个越野车 一共四种驾驶模式 足够您把玩了 当然了 在这个中间啊 还有一个调节避震器软硬的按键 这个也很意大利的风格 其实格里·格里GT这款车呢 虽然在马沙拉蒂的家族当中 卖的最便宜啊 但是它的屏幕数量可是最多的 然后前方有一个尺寸很大的 全液晶的仪表 这个仪表的显示界面 还是比较绚丽的 那么中控部分呢 是有两块屏幕来组成的 中间呢 有一个弧度 上方呢 是一个12.3英寸的主屏 这个主屏呢 主要是来分三块显示 左侧这块呢 可以显示 比如说你的公里数啊 等等一些基础的信息 中间呢 可以显示 包括在越野的时候 它空气悬架的高低啊 抚养啊 还有侧型的一些角度 右面还可以显示 油温等等 这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当然了 它还是基于安卓系统的 一个车机系统 所以它还支持一些 比如说互联网啊 一些APP 等等一些应用 也算是赶上了 时代的步伐 那么在主屏和副屏 中间那个区域啊 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是它却是一个 很重要的区域 就是变速箱的 按键式的换挡 现在是P挡 R挡 N挡 D挡 下面呢 是一个8.8英寸的负屏 这个负屏 其实主要就用于显示 空调的温度啊 还有你坐椅加热 通风这些配置的 当然了 这款DT呢 是一个入门级的车型 它在标准配置下 是不含有前排的 坐椅加热通风的 如果你要选择的话 可能就要花钱了 而且这个选择价格 还挺贵的 包括头顶上方 那个可开启的全景天窗 选择要2万块 在中控台的上方啊 还有一个电子时钟 这个在之前 马查拉蒂的车型上 是一个机械的表 现在改成电子表了 而且这个电子表啊 你可以通过这个负屏 去控制 选择它显示时间 还可以选择显示 G值啊 加速刹车的 这些油门的深度等等 还是挺好玩的 这个座椅嘛 就有一些偏硬了 毕竟是出自于 跑车品牌嘛 你坐上来肯定 会给你提供 很强的包裹性 但是舒适性 就比较一般了 所以呢 如果您是喜欢 那种舒适 美式大沙发的座椅 可能意大利的 SUV并不太适合你 来到后排啊 你可以感受到 这个2米9的轴距 还是对腿部空间 有一定帮助的 至少比保护街的马看 要更宽敞一些 而且这个坐垫 坐上去 也没有前边那么硬了 但是啊 这个如果你要是想 拥有后排的独立空调 和后排的座椅加热 那么依然是需要 进行选装的 后排中间呢 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地台 坐在中间的话 我想可能舒适性 并不太好 Gligari GT版本呢 它标配的是 14扬声器的 世霸音响 你还可以选装 21扬声器的 世霸音响 这个音质的效果 还是比较不错的 在MC20上 也是搭配的 这套音响 再说一下 这个车的开门的方式 它是一个按键 看上去还挺高级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身高是1米84 这款Gligari在停车的状态下 打开尾门的时候 还是比较低的 而且它整个后备箱地板也比较低 以至于我站在这的时候 可能会顶到头 那么它和其他品牌一样 都是没有配备备胎 但是依然拥有补胎的装备 和一个气泵 那么整个后备箱的容积 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它的第二排座椅支持 424的比例放倒 而且放倒之后 是一个纯屏的状态 这个实用性还是很高的 动力方面 Gligari的GT和Moderna的版本 采用的都是2.0T的双增压发动机 也就是涡轮增压加电动增压 而且它拥有48伏的轻吻系统 起初我可能认为 它和Alfa Romeo的Styveo 是同平台的车型 但发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Alfa Romeo的 它的发动机 有了Muti Air的加持 所以它采用的是 SOHC单顶制突轮轴 而这款车 它采用的是 DOHC的双顶制突轮轴的一个结构 那么整个发动机的 最大输出功率是300马力 这是一个入门级的版本 Moderna的版本 它拥有330马力的最大输出功率 峰值扭矩同为450牛米 这个参数其实是比对手 保持节马看 入门级的版本要更强的 底盘部分 它采用的是前四连杆 后多连杆的一个悬架的形式 各个版本的车型 匹配的都是来自于 财福的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那么这款GT入门的版本 它是没有标配 后桥的LSD线滑差速器的 在Moderna的版本上 它是采用了 后桥机械式的线滑差速器 而在Trofeo的版本上 它采用的是电子式的 线滑差速器 总的来说 马上拉第在这个时间段 推出Gligali这样一款 有竞争力的SUV 也足以说明 它们对于市场的一个需求 它们急需一款走量的车型 来保证后续产品的 一个研发 所以说相比于 今天静态体验的内容 我更加期待的就是 Gligali在日后开起来 到底怎么样 毕竟是出自于 意大利跑车的一个制造商 我相信它开起来 一定会非常的带感 今后我们拿到试下车之后 也会第一时间 跟您分享它的相关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